大家好,欢迎回来 现在我们是换成了双刀 然后双刀的斩位是绿掌我看的很短 估计他们一会我们可能要疯狂的磨刀吧 这个我记得当时也是打开荒的时候 也是打一些必须保持绿掌的怪物的时候 我记得是尤其是像我记得是太刀 有些太刀绿掌特别的短 然后就是不停的磨刀 感觉一场战斗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磨刀的 这个看一下吧 假如是今后磨刀太严重的话 我考虑是给我们这个 因为我现在还是穿着采集装 就是为了多采集矿石吧呀 除了矿石我们刚才是光顾了研究 它这个内部构造 没有采矿 一会去采矿吧 嗯 现在还穿着采集装 所以是这个就是没有高膜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 就是算了 那到时候我这个线下我再去自己配一个吧 就是看能不能还是就是保持这个采集装的效果 但是配出高膜了 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嗯哎好的 然后它依然是在这区 然后这回是一进门我们就发现我们了 这样我们还是先堵一个怪力之准 嗯 直接防御了 哎呀不对 这个还不是直接防御 啊这个这个武器不能防御 嗯 那这样我们直接是 还是直接是 哎这是什么情况 嗯 直接来乱舞 这个我有看着那个草坠 哎草坠有乱到吗 草坠打死了 哎 这是要 就是发呆 但是感觉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个乱舞要不要突发 现在这个 杂地板 可以突发一个完全的乱舞 刚才这个铁山靠啊 这个其实是 就是武器要是不能防御的话 我感觉还是特别容易中的 来个转圈吧 这个是车轮 看是 啊 刚才他这个是一个带转向的这么一个这个 类似于这个车轮的攻击啊 这个其实是 我是感觉是 我是到了G级还是挺可怕的 因为这个G级这个感觉他的速度特别快 这是睡眠技术 这样我们看能不能打到这个尾巴 打了一下尾巴 呃 你是哪来的 哎 好吧 那直接是我们换区换出去了 然后 这张猫好像是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也说赶紧赶紧回去吧 呃 回去以后这个草石中应该是又刷新 又刷新 果然是又刷回来了 呃 现在没事干 直接放一个爆弹 让他一会能不能 诶 这个 嗯 凯阳吧 你 你已经干了两回了 这是为什么呢 嗯 看看能不能把他引到吧 引到其实尽量引他一个这个杂地 诶 就这个攻击 这个攻击是可以把这个 诶 这个没有打到 因为他是后退了吧 我记得这个攻击砸了这个爆弹 是会把爆弹给租给引爆的 这回是炸到了 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我们先把这边的那个草 石草 草石龙吧 还是叫火龙 我们先清掉 因为他这个猪戳还是很 很讨厌的 那边呢是又被引到了 这个 诶 好的 推倒 推倒的话 这样直接是对了他的一个腹部来一个乱舞 呃 我是想在这个 刚才是想直接是在 就是这个 那只草石龙 跟你们说之前 是给他是 给他这个 捂回去啊 但是他是比较硬 没有捂出硬直 所以我们是飞了 你看看他 看来他是换区 他换区的话呢 我们先弄不到 嗯 这个感觉这场打的比较 这个 壮烈啊 查查是已经是直接牺牲了 哎 这些是应该是直接是错了两道结尾错误了吧 果然是错误了 你看这个后退后退都不太好 这个我觉得远离了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甩尾 我一般是 都是 假如用长枪 是直接是正面是 是身 身防的 哎 这个转圈的这个攻击 这是我之前说过的 就是很 很突然 然后 我目前还是没法就是 预判到他这个 究竟什么时候会转圈 什么时候不会 然后等于我也是比较 刚才是直接是一点反动 直接就进招了 我现在看他还是处于这个愤怒状态 哎 这居然是打到我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我这个 你要是打到那个是太不强了 这个 刚才是很危险啊 这个也是 所以我也是吓了 吓了我一跳 直接是对着他这个后面来一个乱舞 我们用武道的样子 我们是不小心在这个小的这个压嘴兽 我们的压嘴兽是这个 哎 他倒了 他应该是刚才是皮接这个 嗯 就是他进入疲劳了吧 应该是 让我们直接是再来一个乱舞 好 继续输出 我知道我现在我们在岩浆上 但是为了这个多输出一点 就是无所谓 哎 哎 好的 继续六腿倒了 这样我们接着乱舞 这是一个这个转圈 这个无所谓是一个甩尾不是转圈啊 可是我们是想转一个圈 这个地上是刚才是甩尾甩出来的 这个小石头 这个会爆炸的 就远了一下 这个是有时候他甩尾完以后会 哎 甩完完以后有可能会接这个马上一个砸地 这个砸地是会直接把这个这个地上这个小石头 会被引爆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这个甩尾的话 我们直接等一下 等下他甩尾 直接是耐力不够 刚才是想利用这个翻滚 看能不能是躲着他这个阵地的效果 但是失败了 再来一个乱舞 哎 看来他这局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疲劳时间还是挺长的嘛 我们是这个斩位是终于也是 哎 收武器 刚才是这个小的这个这个东西什么 小颜国龙 他是想参地偷袭我们的 好在是 我刚才是想躲 然后这个 爆钢锤龙直接是 哎 还是没有躲开这个地方 刚才他是把我们直接是给推开了 所以 这个 跑远了还是 这个现在我们 看来是黄斩直接打腿 是怎么怎么打怎么行刀啊 这个地方都能被震到 看来是他好像是要换区了 看来是他好像是要换区了 换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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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我真是不太会躲 因为之前一直是这个用 就是用长枪直接是升防的这招 但是没有防御的情况下 就不太清楚这招该怎么躲 这个喷火我们直接远离 因为是迷范防御也是什么办法都没有 现在他是处于非粪木状态 可以是 但是他老是用这个 哎呀这个又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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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开 这到底是怎么滚呢 哎这是一个虚拟器 这是被不知道是谁啊 反正是打个命也就是这样 我不要落得这个机会 直接是先量掉 嗯这个打他没有 耐震或者是不用防御还是挺淡的 好的这个龙影效果结束 再補一点 然后凯阳版 这个就是我恩恩多了 开开古人画的时候这个双刀啊就是 嗯怎么说是你稍微笨多了一个剑有时候就直接是打出一大连串的攻击 这个铁刀可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完全是靠降了 哎 刚才那个靠降了莫名其妙的方法 这个还是没有滚开 嗯 这个看待蹭了那两条尾巴感觉是应该任何作用都没有 嗯又是能滚开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我只能不能打 哎 真是愤怒了 这是要提升靠 这是直接是这个爆炼器别 海洋霸黄露 那我们是人口黄露 又是提升靠 这个刚才这一阵的视角有些这个混乱 完全是由于它这个大迫的关系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闪一下这个 这回是看来输出应该是不太够啊 就是直接直接换去了 而是没有这个没有瘸腿 但这应该也是应该在意料之中吧 首先这个 就是我们是纯物与双刀 它这个吸收应该不是太好 刚才这个片剑应该是就是 我们是纯靠这个 应该是毒 毒是给它这个毒死的 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回去去找它 这个陷阱是打算等到它疲劳吧 等到它一疲劳我们就越来越化 这个由于是就踩了凯阳把一脚 呃 由于是双 哎呦哇 刚才应该是飞扑就好了 直接好了 现在是这个 呃 呃 还是卡扬吧 卡扬吧 他们位置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已经埋着准了 然后我们卡扬吧 他这个看看他打完以后会 又是八代 很精彩 像叉叉你给我回来 不要这个 不要去那边干多五个事情 呃好的 这样给他引过来 直接让他这个 陷进去 这个是三个乱户 看能接V4个 呃这个由于是展位直接下降了 我们就不输出了 还是先把刀摸一下 呃这个陷阱时间这么长 这个陷阱时间这么长 还是他接着这个又在发呆啊 现在他站的位置有点好 因为他这个旁边有一面是强 这样他这个 有时候输标上体人靠之类的招 我们招是直走开 这个又是八代 这个看来这回这个AI是有点弱智了 这样也是方便我们打 这个是愤怒了 这是卡尔玛和查尔是再一次成功的抢到人头了 这么多的篮子 这一区我记得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什么矿 应该是没有 那我们直接是回到刚才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儿应该是 我们正前方这个像蒙古包子这个东西 或者这个像就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矿 这个之间有三个 没有什么比较这个特殊的话 都是一些像什么铁矿石 还有刚才是 就跟你讲什么龙灰石吧 还是叫什么东西 嗯 我不是刚刚最后应该是任确水 嗯 这个回的奖励还是可以的 嗯 然后又是一个这个抗性的护肤 完全没有用 就是能给卖掉 这样也就是我们的双刀的 爆垂龙 嗯 感觉上还是可以吧 我唯一有点不太习惯的就是这个 它这个阵地是没法防御 还有一个是这个双刀的就是攻击范围 嗯 这个焰雀水 攻击范围比较比较小 就是有时候必须是就是 强迫你去走到一个比较近的范围去攻击吧 我是有点这个 嗯 怎么说呢 就是有时候感觉不太安全 因为是 一把是不能防你的武器走到那么近的距离 嗯 不过总理来说还好 只要是不摊刀把握好节奏 应该还是还不能拿的 嗯 就这样我们一会儿见 去看这个冲枪